我們在玩具TV繼續來香港動漫電話節目的現場做直播 現在去到Blue Black 7 有兩位內地設計師來了 我們就訪問一下他 其中第一位就是Dark Crown Toys的李歡 我偶像 我的偶像 好像 我們也情商了德哥來做一個訪問 因為他真的是李歡的粉絲 我們暫時要講回普通話 沒錯 這個bilingual 今天我們都要用普通話 和大家介紹這個Dark Crown Toys 我應該怎麼講李先生還是什麼 Kevin 我們燃魂系列的一個開運物 即燃魂1比6的主角使用的一個道具 我們把它作為1比1放大化了 然後這個是首發的第一款的鬼面打磨 是燃魂的主角使用的角色 然後這款是新推出的Tango 屬於是有一個新的角色的視力 所使用的角色 然後再觀察 我加修一下 講回本身都是1比6的道具 現在就變成成型的1比1 本身就有兩個角色 可以看上面很清楚 一個就是達摩 一個就是新的天狗 然後這個角色主要是 在1比6裡面 就是原作的世界觀裡面 有一個法術的作用 當然我們把它開發成產品之後 它除了外觀是一個達摩 有個吉祥的寓意的同時 它可以展開 然後裡面有燃魂 專屬系列的機甲的這種類構 大家都可以講一講 本身其實達摩 他將這個一比一化之後 最重要就是可以有多一個玩法 就是可以將它抹開之後 裡面就有一個很清晰的內構 這個將會有 這個將會有 對 跟這個差不多 對 都會有獨特的內構設計 大家 大家可以看看內構 其實本身真是說 向正面擺 或者向背面擺 都可以感受到本身達摩的魅力 對 真的有點內構 幫忙宣傳 原來不知道裡面是有這麼漂亮的精緻內構 對 有點死亡性的感覺 Defstar 會有一個所謂的設計 然後會比較牢固 然後它除了展示為一個比較 作為一個玩偶以外 它有些功能性 比如說你有一些小秘密可以藏到裡面 對 對 如果大家有些小秘密 其實它本身都是一物二用的 除了是一個很漂亮的擺設之外 它裡面也可以有一個洞 將你一些小秘密 擺在裡面 對 然後實際的成品 都會有一個玻璃的罩子 對 當然其實你看到這個洞 本身是會有一個蓋 蓋 蓋 令到整件事完美 對 當喝酒的時候 你可以把骰子放到裡面去 趴不趴掛 放在魚 日面都途上 不會不會 不惜的 剛才說 如果你說放鯊子進去 不是不行的 但怎樣都好 你捨得放鯊子進去 我 其實是絕對可以的 那麼可以看一看這個Tango的設計 Tango是它設計的人偶 是後續會推出一個Tango的幫派 然後這個是作為Tango幫派的一個吉祥物 然後也是 也是就是說作為一個新的角色 一個引導 先出這個 然後大家對1比6人偶會有一個期待 這樣 好 本身Tango也是另外一個幫派會出現 接下來也會和Tango的交換 將來有什麼故事會發生 我真的要拭目以待 那先生哥 不如我們看看 其實現場有一個限量版 又說一說限量版的什麼來龍秘密 好嗎 哪個限量版 本身大家都看到 除了剛才Kelvin拿著黑色的Tango之外 本身現場都會有一個Lucky Charm的限量版會發售的 會發售的 知不知要介紹一下這個紅色的打磨 是有什麼特別的 因為黑色的打磨是去血保平安 紅色的打磨就是起到一個驅膜的作用 然後白色的打磨是代表著生活平安 金色的打磨是代表招財 所以這四種顏色在傳統的寓意裡面 它有各自的一個吉祥的意思 就是之後都推出白色還有其在顏色 對嗎 對 可能這款只會有紅色 其他的會推出一些更多的顏色 因為傳統在日本裡面打磨是起伏 還有一個就是打磨的精神就是七到八力 它就是寓意的人不屈一些困難 始終站立起來的這個精神 好啦 本身其實今次會推出紅色打磨 如果大家了解日本文化話 都知道打磨不同顏色就會有不同的代表 譬如說幸福 平安 甚至愛情雲等等 當然啦 剛才說了除了紅色黑色之外 其實將來也會有不同顏色的打磨 當然會不會是很長限定呢 這就是後話了 這個時間我們都說說另外李歡也有帶了一些新的來 他是代表的第五彈那個年輕人 這個都是第五彈對嗎 對 第五座 對 接不接受一下這個對五彈的創造理念 還有你這個角色的特別 我們到了第五座的角色就是 他的故事發展會來到一個煉獄的一個空間 就是地獄執行刑法的這麼一個故事的情節 那麼裡面惡魔的領主呢 他是每到一個紀元隨著他衰老 他會逐漸的變得縮小變成年輕的小孩 然後再一次成長 然後他會有一個這樣成長的過程 每到這個過程呢 他就會有一次修改契約 或者是建立一個新的契約的這麼一個能力 在故事中呢 他會跟著主角的故事發展 起到一個比較關鍵的作用 那本身其實角色來說 就會隨著年月 可能老呢 反而會變小的 那當然也都因為時空的關係 都有機會 會慢慢的成長 那也都會隨著故事的發展 也都會突破自己本身 將來都會有一個新的形象 去和大家見面的 所以簡單來說 絕對不會靜止這個Demon Lord會出現 將來是一個成長版的Demon Lord 它是小了 但其實有很多配件 你見到一二三 有一個珠 有兩個火具 有一個椅子 其實都不夠 配件方面 可不可以都介紹一下 比如說他的寵物 燈台 武器等等等等 然後我們到了第五座的時候 我們這次主打的是一個比較有趣的元素 和場景結合的元素 因為這次我們正式發售的產品 地上還會有一個輔助的一個地台 可以讓這些東西對位擺到這個地板上去 讓它更有場景的帶入感 而且這次更多的開發了 包括這個場景的地獄之火的火具 包括那個王座 然後會讓角色跟場景有更多的互動 而不是僅僅只是站在場景上 它可以坐在這裡 它是一個狂者 對 更多的氣氛讓它 讓你覺得這款人偶更有帶入感 更有它所生活區域的那個氣氛 然後包括這個寵物 也體現一個比較有趣的成分 然後它是它的一個狗 然後比如說關門放狗 或者是帶狗出去遛狗 然後狗的鎧甲是可以拆卸的 然後裡面會有一個生物的狀態 那本身其實雖然大家見到 已經有不少配件 包括這個狗 登台 王座等等 但其實本身還未完 它也會有一個專屬的地台 會擺設在這裡 以及會有一個很漂亮的DECO 令到整個王者的氣派會擺出來 以及本身也會有很多不同的配件和連動 無論這個武器也好 狗也好 你可以拿去放狗 諸如此類 都會有一套完整的配套 令到整件事更加突出 好的 我們都非常多謝李歡 因為我們都不是很多次訪問你了 謝謝Kevin 今天Kevin都帶了一個朋友仔 叫你私底好不好 你帶了一個私底來 是不是你的私底 不是不是 他應該比我厲害多了 哦 就是阿靖 我們叫他阿靖 就是內地九安工作室的設計師 來了當中 他就比較怕走 他可能未必會上鏡 但不要緊 但不要緊 我們都會找他聲音導航 好 那就 好了 那就 哎 我拿著 我拿著 拿著 拿著 快點 打個招呼 不要 盡量不要拍他 他害羞 你打個招呼 跟香港朋友 好 我們先走一邊 好了 那 這裡 我們介紹 不好意思 我們要介紹的是什麼 其實就是 這兩套 人手打造的 日本武士1比6規格 OK 這樣就 阿靖 可以說一下 你的切機的概念 和為什麼做這個手工做的規格 其實就是 因為就是 單純喜歡這個日本武士盔甲 然後 喜歡傳統的 所以就做的是 成功員的盔甲 然後 因為 可能他需要一個 需要一個人物 所以他就 對 嗯 因為是根據人物來做 就是這樣 所以古代也是這樣 對 所以 還是會揣測 人物的一個性格 就是這樣做 對 阿靖 其實他也是根據 實物的人物 去做一些規格 我想問 他是不是全部都是 根據 歷史的 博物館的全品 去做 你是不是每一款也 根據這個 波木館裡面的資料 去做切機的 嗯 對的 每一款也是 幾乎每一款嘛 因為真田的話 沒有一個 確切的 出土的規格 去一個證實 所以就是 對 但是後面的 應該大部分會 都是那個 就是 有史實記載的 嗯 所以你 你比較 喜歡去做 這個 史實的 風格 就是跟 真實的東西 差不多一樣的 去做 喜歡一些 就是 有年代感的 一些 痕跡吧 對對 現在我見到很多 就是 舊話 就是很 漸傳的東西 在外面 就是 到最後 這個產品也會 有這個東西 對對對 在工廠裡面 是不是每一部分 也是用人手 去穿線啊 啊 總裝 對的 這個用機器 是沒法代替的 還是要需要人去 去來 哦 所以 而且是每一個 規制也是 競速的做的 是不是 所以這個 手工很多 對 哦 今天你是哪個 三分的人呢 是北方那個 對 我是天津人 天津人 哦 天津人 不是太北 中間的地方 但是你 是不是很小的時候 已經很 習慣這個 日本的模式的東西 對 小時候是喜歡 日本刀 然後從日本刀來 接觸這個推薦 嗯 然後慢慢的 就覺得它應該 是一個整體 對對對 對 對 確實 日本的古代 武士的 切記 我有一定的 藝術的興奮 就是 美觀上 很好看 很好看 是不是 對 對 因為日本的盔甲 保存相對比較完整 嗯 然後 每一個時期都有它的特點 然後 就是 日本這個名字 有可能也確實是 嗯 就是從古代以來 就會設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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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我們呢 這裡比較實際的問題 現在是 紅色的來環 今天的來環 是第一個 亮產的東西 對 對 是不是右面的黑色來的 伊達 就是第二個 這個不一定要 因為 伊達的話 我還是比較喜歡 然後想去再多推銷一下 這個是一個樣板 然後是很多年前做的 哦 不是最近做的 對 所以就是說 等到推出伊達的時候 它一定是一個新的樣子 哦 所以 未來時候不是這個樣子 哦 未來會比這個要好很多 哦 因為這個是 很多年前做的 具有一定意義吧 這是我們做的第一個 第一個這個 日本武士的推銷 哦 所以這個是第一個 做了多少個 這個 這個 這個大概全球一共發售了 450 450 但是已經賣完了 對 對 對 所以你在未來會繼續推出 第二第三 哦 對 然後 因為煙火這個系列的話 是一個比較有 比較有意思的系列 對 更接近於普通人 因為 沒有誰天生就是英雄 對 所以 它可能更加的 有煙火氣一些 對 對 所以現在還沒有計畫 第二個還沒有計畫 目前有 有但是沒有公開 對 但是還沒有公開 對 希望你快點公開啦 謝謝 謝謝 還有第一款都沒有特別版本 沒有沒有 沒有 沒有計畫 會有計畫 特別版本 但是目前也是還沒有做完 對對對 但是我們很多玩家很期待 謝謝 謝謝 今天真的謝謝你 謝謝 祝你的產品 謝謝 大賣 大賣 德國有沒有問 沒有了 沒有了 謝謝謝謝 謝謝 謝謝 這部分 暫時記錄了 介紹到兩位內地設計師 一個是設計加藝術加起來 另一個是藝術加自己原創成分 所以兩個都值得大家支持一下 好 直播到這裡 待會有 鋼鐵俠三寶 德哥 好嗎 好 一會見 拜拜